不管你用大眼小眼左眼还是右眼都不会看左眼 国民没眼看欢迎你收看我是志伟 那今天是11年8月11号 前后看都是1181是一个大好日子 那国民主持人球远目前就身在雪州班达马人 主持我国史上第一个村长直雪的证件发表会 如果你也在附近的话欢迎你去到现场参与这历史性的一课 那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视频 我们将在明晚9点半也就是国民没眼看之后 给你上载完整的证件发表会 那马上来看今天8月11号星期四的没眼看新闻重点 美国一家研究中心最新调查发现 大马在宗教县制排行榜上位居全球前十 是全球其中一个宗教管制最严厉的国家 沙巴金木党主席杨德利表示 明年最近揭露的幽灵选民和外来选民课题 以及雪州宗教局领解基督宗教场所事件 都是国阵的老伎俩 华尔街股市十日收盘时 苹果公司市值高达3370亿美元 终于超越艾克森美孚公司的3310亿美元 成为美国也是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 那看过今天的没眼看新闻重点之后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没眼看嘉宾 加玛还有洪翔的 那我国再次显示One Malaysia Ballet的精神 在全球宗教限制的排行榜上排名前十 其实对于这个排行榜不知道 加玛你认为 其实你认同这个排行吗 我觉得这种排行是有它一定的特定的意义的 其实马来西亚你要从某一个方面来看 如果说是宗教的限制其实老实说 对这个华人印度人这些非回教徒来讲的限制 反而不严格 对回教徒的限制反而更加的严格 但马来西亚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是宗教的不平等 比如说马来西亚有好几个宗教都在 比如说佛教基督教回教都在 但是在所有宗教里面却没有实施一种平等对待的一个原则 不过他根据这个报告另外一个指数表示说 虽然我国是加强宗教管制 可是我国在涉及宗教的社会抵抑方面 我国还是比较偏低的 不知道其实洪翔对于这个指数 这个报告这个排名 你本身觉得这个指数反映了什么一个现象 我觉得宗教在一个社会里 往往它是比较复杂的 如果我们看一个社会的情况就是讲 这个族群也好 或者宗教的这个教徒的比例 也往往也变成了这个宗教课题 在那个社会里怎样处理 都是关键的 比方说在马来西亚 我们看到过去可能就因为这个族群比例的关系 而造成说回教徒或者是马来人 认为想我们需要加强自己的团结 我们要提防外来的回教的敌人 他有这样的心理 当然回到加玛刚才讲的 在回教里本身他们也有这样的心理 怎样才是正宗的回教 哪一个回教思想是主流的 我们都知道哪一个思想都好 包括共产属于都好 整个派系下来都有不同的派系的思想 所以在回教里面他们也面对这个问题 随着思想派系成为主流 所以往往当宗教跟权力结合一起 就变成有这种限制 有这种打压 权力的介入就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种打压是不是限制了一种民主的发展 我觉得刚才我们谈到一个宗教平等的问题 我觉得回到任何 就讲回到这种一神论的宗教 六讲回教 回教本身他的思想这个体系里面 他相信的阿拉斯唯一的神 所以他不能承认有上帝存在 他不能承认有大伯公存在 我觉得讲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就是对于一个教徒他这么想 但是问题的复杂在于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多元的社会 你走出来你的邻居分分钟 就是其他教的教徒 然后你要以异教徒的这种眼光 你是异教徒 你是我们的敌人 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回到这里的时候就复杂了 所以回教在马来西亚今天一直变成一个问题 就是讲很多其他的宗教认为讲 回教不愿跟其他宗教平起平坐 我觉得要考虑整个社会的背景 也就是讲政治人物政党如何操控这个东西 来显示说自己是最能够捍卫宗教的地位 来展示自己的来捞取权力 捞取政治之本 另外一个角度看在马来西亚宗教除了我刚才所讲的 缺乏一种平等待遇之外 宗教自今为止仍然被政治化 这是马来西亚也是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有的国家是把政治宗教化 而马来西亚是把这个宗教给政治化 你看我注意到这个排名里面 这是宗教管制比较严格的 除了马来西亚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是中国 中国也是个世界人口大国 中国仍然也是存在着这个宗教限制的问题 但是非常吊诡的是马来西亚是以这个所谓的回教 甚至是刚才宏祥所讲的一神教为主导的一个国家 而中国是以无神论为主导的一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居然都是一个宗教限制非常严格的国家 那我在可以看这个排行榜也看到 其实我国这个限制还比缅甸还有印尼还来得高的 其实这个对我国的一些行销会不会受到一些打击或者是影响呢 这肯定的你刚才所讲 你说是否这个宗教限制严格就表明民主得不到这个彰显 其实我们不能直接把它挂上钩 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仍然能够看到 它确实对民主的形象是有所影响的 那除了我们看了这个宗教的排名之外 我们也还看另外一个国民关注的课题 也就是近来的幽灵选民还有这个选民登记的课题 沙巴进步党主席杨德利今天就表示 如今发生在西马的外国人选民课题 还有雪州宗教局领检的争议是沙巴历史的翻版 其实两位你们怎么解读你们认为正确吗 先问洪翔看一看 我觉得今天这两个是双管齐下 一个是在技术层面的 就是讲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分析说 如果这个华裔的支持率到几%降到几% 然后马来人的支持率到哪里 然后把这个稍微用一些graph来画一下 我们大概得出明年大概下一届可以得几个议席 然后果正能得几个议席 但是往往我们没有考虑到说 万一这个外来选民 漂白了之后的选民 进来过后 分分钟这个graph就不准了 就走样了 这个是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说这样的基督教的课题 或者是进来的这样的宗教化的课题 我认为比较危险 危险的程度在 危险的原因在于说 它其实是牵涉整个一个社会的思维 然后它控制社会的思想 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这个选民 技术上的就是 你能不能把这些外来选民排除在选民策外 你就解决了问题 但是在这种把这种宗教引进来的话 它涉及的是一个社会的思想的问题 你每天在前风暴散播一些仇视其他宗教的这个思想 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 但是杨德利也是有说 其实同样的一个方法 其实在如今科技发达的年代 还有选民思想逐步的成熟 其实已经不管用了 不知道加玛丽是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细细的来看马尔西亚的这么多年来的选举 选举布公已经出存在好几个方面的问题了 其实这个把这个公民转变过来是其中的一个 另外你还有看到的优民选龄 优民的幽灵的身份证 还有比如说选区的划分 还有这个军警的这些票 这些综合起来才使得这个投票的这种趋势 结果才造就了这么一个结果 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这些方面方方面面完全都是公平的话 结果可能已经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那接下来的选民车的问题 还会怎么发展 还有待我们的继续观察 那我们看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美国华尔街在10号收市的时候 证实苹果公司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 不知道你们两个是怎么看这个数据 这反映了怎么样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美国就是要再造英雄 有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其实美国已经 他的信誉指标已经是被低谷了 那么由总统出来自己 把自己要凭成三个A级 然后再制造一个苹果神话 因为过去是有微软的神话 现在微软神话已经走下坡了 现在必须要制造另外一个神话 但是我们拿苹果跟安卓来比较的话 可能安卓有更大 比苹果有更大的包容性 那看一些财经新闻的投资人分析报告 只要其实苹果继续创造出 人们想要的产品 这个公司就会继续的成长下去 那不知道宏祥你是怎么看 你本身也是用苹果的产品吗 对不对 我觉得看回来 如果我们有一个谈法 就是说在马来西亚也会是怎样 我觉得因为这个包括科技 它牵涉的是科技 但是马来西亚今天我们想我们转型 转型的时候这个科技可能我们追不上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 其实我们还是很依靠说我们的天然师员 我们的能源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马来西亚这个情况 可能它还是会比较重在这个能源的一个情况 而且苹果现在市值全球第一也是一个传奇 因为苹果公司从刚出steve's job 接手的时候 是面临亏损到现在转亏为盈 甚至超越微软到现在超越这个石油 ExxonMobil 其实是一个值得我们观察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我们将你带你观察一下 刹那一的时间 就好了 继续 公司 お Hill MS cie 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